昨天晚上九点和徐志哥在这儿住的客栈,刚刚开燕姐的车,过来求这个汉满了,徐志汉满了。 哎,干啥? 哦,到了。 然后,一会儿我们今天去准备点打卡。 待会儿我们去哪儿? 徐志哥,今儿我带你找北家。 咱们今儿看看能不能找到北。 哎,拖了,九哥,摸摸哒。 哈哈哈,我把车救个头。 徐志哥开着燕姐的房车,然后我把他的汉满要给开出了。 咱也开开两区汉满,啥感觉。 哈哈,两区汉满也是汉满啊,开着挺酱,挺过瘾的。 这大汉满开着是挺爽啊。 等咱有钱了,咱说啥买个四区的,两区汉满不行。 哈哈哈哈,玩笑啊,徐志哥,汉满没毛病。 我这车刚才一直在这儿着火,着着了的,现在也没什么事了。 嗯,早上起来打着了,一直在这儿着着的。 把徐志哥超级电容卸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招北广场的厅场了。 直接往前一走,就是了。 远处那个山,远处那个山就是俄罗斯了。 前面就是人们中俄的边界界河黑龙江。 走,去招北。 知道吗? 招北去了。 对。 这叫黑龙江吗? 这个不是,前面的。 这是旁边一个资榴。 那个上面就是黑龙江啊? 其实我们现在,叫前面往前走的是一个小岛。 这边有一个河叉的。 然后前面有介河黑龙江。 通过这个木桥,过去前面就是, 呃,准备一点那个招北广场。 远处可以看见咱们中国的边防团。 看远处喷出这个雾。 这是一个大功率的倒雪机,这倒雪。 可能会有人说,为啥? 这边地都是雪,还要倒雪干嘛呀? 特别像这边这个雪啊,它非常的散,不成团。 做远处像远处那种雪雕。 用这个雪做的很费劲嘛。 所以他们用这倒雪机倒出了这雪, 然后再去做雪雕。 它就很好做了。 咱们近距离看看这个大倒雪机。 看喷出了这个雪。 用那个坦车装。 远处打那个木房那个壳子。 就是用来做模具的,把那个雪压成一个格一格的。 压成一块块,然后做雪雕。 看这个大倒雪机。 朋友们这个倒雪机是日夜都不停的。 有没有知道,朋友们知道为啥日夜不停? 在这倒雪有知道的吗? 这边有没有知道。 我听说对了。 如果停了就冻上了。 这水管就冻上了。 这水是从黑洞江里边抽出来的水。 然后如果你要一停,它冻上了就弄不开了。 这个能过去。 这个能过去。 这边还有绿色通道。 这边太难了。 这个可以这样的。 哎呀呀,九哥,身体不转。 注意身体哟。 走吧,过去吧。 哈哈哈哈。 几瓶了,几瓶了,几瓶了。 这是北字藏廊。 它每根桩都变成一个北字。 每根木桩都是一个北字。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跟北有关。 我找到北了。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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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让咱们中国。 有纪念意义的准备点了。 这个就是一个北字。 也确实。 目前那个。 打卡的准备点。 但是真正的准备点在北红春。 不过。 北红春没有这些建筑了。 这里是东北人在玩雪吗? 是的。 。 在这里就可以看见俄罗斯那边了。 对面有一个岗田。 然后前面就是黑龙江。 。 现在看见呢。 远处的山就是俄罗斯。 远处的河就是黑龙江和俄罗斯的结合。 黑龙江。 黑龙江省得名也是因为这条江而得名。 叫黑龙江。 。 能看见远处的港亭。 还有一些其他设施。 但是看不见远处有村子。 基本上没有村庄。 这里就是我国的地图人机关的最北点。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广场。 也就是咱们机关的最北方。 对面就是俄罗斯。 那边里头见见黑龙江。 你们如果不知道在哪儿呢。 地上这个地图看见了吗? 北京胡河浩特。 然后哈尔滨。 这是一个鸡头。 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这儿。 北极川。 墨河北极川。 然后这是黑龙江。 这就是咱们的结合。 我看这是什么。 北纬53度。 29分51秒。 太冷了。 不行了。 受不了了。 赶紧跑。 打个卡就跑。 这地图。 我跟你讲, 这南方说冷死了。 这是说表情是冷的长度。 如果在我们这个东北, 在北极川说冷死了, 那是死亡原因。 在地图上我找到我的家了。 我的家在这儿。 这是我们家。 我们家在这位置。 然后我从这儿到了北极川。 还有两千公里呢。 我说咱们中国多大呀。 算了。 不行了。回家了。 其实, 来北极川啊。 就是一个证明我这个找到北了, 我来过这个地方了。 真的是冷。 白天零下三十多度。 现在, 我这手拿相机受不了了。 马上我的相机都没电了。 基本上相机手机在这块, 就是拿着户外, 一会儿就没有电。 在这儿打个卡, 一会儿我们出发再去北红春。 北红春不知道让半径, 还有那个有个金环湾。 到时候咋去看一看。 这队一定要回墨盒。 受不了了。 妈,跟我摔好疼啊。 咋的了? 其实你把帽子都带上就好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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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吗? 快走。 快走走。 快走。 快走走。 快走走。 好。 哈哈哈哈哈哈。 看, 这是九点弄的人形。 你看。 九点。 看见到脑子了吗? 燕姐, 要不要试试。 我还能真踹你 我无计我不用踹 你直接往里一爬有点事的 能爬吗 能爬来来一个 来一个来 一二我不踹我不踹 我保重不踹 来吧 就没电了 马上没电了 撞了十八圈 不停了 啥感觉 太累了 你可以试试 你可以去体验体验 这边太皱不了 这个私囊 是古时候用来 就是指南针 这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指南针 来来转一转 不信 猫轮辣摩牙 它走不出那个圈 经历蛤蟆就能看见 巴掌大的一块铁 在那儿 你往了一点 对对对对 我不动呢 看给我 الت铁 哈哈哈哈 撞出来 来啊 来啊 啦啦 哈哈哈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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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来了,朗哥,我跟你说 回来找他 有点事啊,朗哥 小哥说不行,你拿来吧,不要 我没什么给你拿啊,我还没拿呢,哥 到中国最尾点,走了一圈 我们现在准备离开北极村 去往北红车方向 但北红车好像没开 然后我们准备去那个金荒湾 把地图上,你们可以看见那个湾 咱们现在去看一下,出发